家庭那些矛盾 那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那台湾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政府不满 那到底过去在戒严时期 他们被压抑了什么 那为什么在戒严以后 整个台湾好像是出屁的一样 整个一个大爆发 那后来我在整个参与农民运动的过程 那因为我老婆老婆是这些人 所以我很了解这些人的感受 叫他们的情感 那后来我就大量去读书 那我读了很多台湾的400年史 包括台湾的整个政治经济发展史 那到底台湾这个社会矛盾 到底是怎么累积的 那后来我才发觉到台湾 过去的整个台湾经济奇迹 基本上是以所谓的低量价 就是牺牲农民的权益 然后低工资 就是让劳工啊 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的薪水 然后再加上台湾整个的出口加工的 这样的一个事业啊 那我知道大家很清楚 台湾最成型的产业 大概就是石化业 从上游中游下游 那过去在台湾还不注重环保的年代 那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台湾这块土地的污染 为基础 那所以台湾整个在台北当时的 整个主要大的运动啊 大概就是一滴两价的农民运动 还有低工资的劳工运动 还有污染台湾土地的环保运动 是三个最大的运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当中 当然让我开始对台湾社会有一点点责任 我认为我应该要去改变台湾社会这样的矛盾 这样的状态 当然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 是一个充满理想性的年代 那时候在关心这样的问题 或是了解台湾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也不认为自己在从事政治工作 或是也不认为自己是在搞政治 完全是当时的年轻人 对台湾社会这样的状态里面 开始有所感 有所失 后来认为应该要去从事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从政治的本质上来看 我在大学的时候 实际上对人生也充满了很多的疑惑 所以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读了很多佛经的书 包括读了很多哲学的书 去了解人为什么活着 那后来在整个读书的过程当中 在释迦摩尼佛的佛经里面 那当然看到所谓的 释迦摩尼佛一直在处理人的心的问题 那所以有人说释迦摩尼佛是大一王 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心啊 稳住了 那把你的心安好了 你可能整个身体的相对的很多毛病就会少 但是我后来在承受政治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到实际上 释迦摩尼佛可能可以解决人的心理的痛苦 包括对人生的态度 但是我认为政治可以解决人民物质性的痛苦 因为政治是物质性的分配 是资源的分配 对对对 所以比如说现在的老农民 一年7256块 那这样的东西对整个农民 看帮助有多大 对很多的家庭 那这是什么 这是政治 这是资源分配 所以我在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认为自己要从事政治工作 我认为政治就涉及到资源分配 那怎么样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想嘉义县长这个位置是一个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涉及到整个县的所有的方方面面 它不只是社会福利 还涉及到环保 还涉及到医疗卫生 还涉及到老百姓产业生活活动的很多的道路跟产业道路 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年轻时候的理想 在这边实践的一个最好的位置 所以我就辞掉隆委会副主委 我就来争气这个位置 是 就是已经想得非常的清楚了 不是一时的冲崩 三十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这个种子在三十年前就种下了 没错 现在时机成熟了 所以说下刮心 把这个中央的这个围给他死掉 就是丁田出公 要回来嘉义博物这个刮心 没有错 那嘉义管长他的位置 其实他是全方面的照顾 不是单一某几个方面 说到嘉义管 我们知道说 哇 老人的人口比勒很高 可以说是 老人管 那老人我们也觉得说 人老 好像比较弱势 很多方面都没有那个怀难 但是又很需要资源 这个 我们说要做嘉义管的管长 老人这帝我们也要真照顾 不晓得在老人 老人好里方便 我们副主委有什么样的想法 欧生命您很清澈 那一个所在的参省这个问题 都不是一个时间 所参省的 是 那嘉义管有这么严重的 我们的老师大问题 说实在在民国五十几年就开始 已经种下了因 因为很多地理大的人 离开自己的高雄 去到台北高雄台中 那这些当时 年轻的老民 现在已经都变成老人 对 变成老人 那因为以前 他们的孩子是 离开高雄 所以他吃老 就变成自己这个人 对 还是叫他们母做会 就是传统的整个 大家庭结构 实际上是被瓦解掉了 那过去的大家庭结构里面 实际上在农业社会里面 有很多观念 比如说养儿防老 这都是农业社会的观念 那比如说 大家庭社会里面 可能大家彼此之间 可以做照顾 所以老人吃老了 可能他的小孩 跟小孩的老婆 轮流照顾 所以整个当时 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 基本上它是一个 安全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对 但现在比这是 就是两个老人跟你招作会 那如果 如果一个生贵生气 就变成一个人在招 对 独居也很多 对 那如果两个人招作会 其中有一个失能 另外一个老人 照顾另外一个老人 那这样对这个老人的压力 也非常的大 那嘉义官 因为这个立宿的发展 所以造成今天在嘉义 我想这个东西 大概是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现实 但是我们对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这是我们大概要去了解的 那老人大概初步大概分成三种 一种大概就是健康老人 一种叫做粗度的 失能的老人 一个是重度失能的老人 当然如果按照全世界 大家一直在讲所谓的健康老化 当然人要临过世之前 实际上失能的时间 双子人统化的月团也好 因为他吃老的生活品质 保护国民会好 是 所以健康老化是很重要 但是台湾 有个人通计过 一般的人要过忧进行 大概有五年到六年的失能 比外国 政府到是比较长 我想这步我们是去加工 那健康的老人 实际上现在政府大概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关怀据点 包括有些国民健康促进的相关的经费 和社区 那加以关的关怀据点大概只有77个 那加以关有三百五十几个社区 所以覆盖力还是不够 那我自己做个小的地方很清楚 如果要让社区的人 可以去照顾社区在地的老师大 那一定要发展社区能量 要培养职工 那这个东西完全要靠政府去鼓励 包括编列相关的预算 让他们在这个行为 还能去反复到情的问题 所以我想怎么样让更多的职工投入到社区 让社区发展学医会愿意来扮演 照顾在地社区老人的这个角色 那社区照顾老人有两个最大的好处 这个是救浸性 这个是方便性 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说过 如果我当政官长 我一定在社区的这个专案经费 我会变比较多 我会鼓励社区的既工叫社区 好好去做这个老人照顾的工作 因为当功能的这个家庭的功能 某个部分被瓦解掉的时候 我在想说社区有没有办法去扮演家庭的某些功能 去期待它 那我想这在家里观 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当然现在对那个粗度粗坡失能的老人 那现在我们各乡镇有日间照顾中心 那日间照顾中心 大家就是会知道的送去 会保有六点的孙商对厨 那在那边有专人去做陪伴跟照顾 那这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给照顾的家人有喘息的机会 那第二个这些老人因为在那个所在 一个生活作息正常 不然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出外去后 老人在家里睡 不然就是去电视看 待我们孩子回来的时候 已经做顾会很累了 结果他睡不去 所以这个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所以那些照顾的人会觉得很累 他觉得我已经下班了 我已经很累了 结果我们家的老人精神当好 蜡烛会两头烧 对因为他白天刚好就是在这个 在家里面睡觉 那这些自建照顾中心当然要有空间 要有空间 打凶顶 那现在长朝2.0在推动 至少一个凶顶 一个自建照顾中心 那嘉义官 现在保险这大概 要有七个所在 可能要好好去处理空间的问题 因为空间的取得他还是要一定的空间 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空间的解决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针对重度失能的老人 当然他们就可能必须要进入到机构 可能要去妇理之家 要去安养中心 还是说不到妇理之家 不到安养中心 我呈我了 在家里在顾 因为他们已经必须要24小时 被陪伴 24小时被照顾 那所以针对机构的部分 当然我们要加强集合 在政府这一块 到底那些人是不是有在最好的照顾 还是说在那个所在没有受到不当的对待 我想说这一部分是应该好好去做处理 那外劳的部分 我是觉得政府的卫生机关 有时候妈妈的扮演一定的功力 去教这些外劳怎么照顾他的 被照顾的老人 因为有时候外劳当然有做仇博的困难 但是都还是不够深入 所以卫生标是不是 可以做相关的家庭访式 那就是我们去看 我们这些照顾康护工 到底他们怎么照顾 那些老师大 有健康吗 那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带人自己的 所以我想老人的照顾 这些是非常的多样 而且状况非常的多 那应该去做相关的处理 那当然一些老人的问题 他们可能也会关心他们的经济生活 那包括他们就医是不方便 那我想这个过去在陈明文县长 跟张华丸县长 大概都有注意到这一块 比如说三加一的行动医疗 我想就是在陈明文县长的年代里面 率全国之先 在做整个加一线老人 跟一般健康的检查 那我想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政策 所以老人的照顾 我认为必须要去注重他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需求 做不同的照顾 是 这些工作真的是很要紧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 真的都是老年化相当速度很快 就对了 我们这个主委如果没有一天 现在很多老人家 就是在那边没问题 就是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 那辛苦白天 真的很艰苦 就对了 所以这一块真的是 真的要做完 要趕快下来 要趕快克服各方面的困难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战整理回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继续来聊 就是说 因为我们改观 在那里说老人人口很多之外 我们做事人也很多 它是一个农业的大县 在农业这方面 我们怎么来发展 那我们副主委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做法 稍等你回到我们节目 我们继续来开港 新的一年 更好自己的健康 再万事如意 我是最大栋无国栋 大栋的口供 你来吃我们的海红鸟 红鸟鸟鸟 跟我们台湾的露蜜 那对你身体的健康 你十全大部来 都给你配料配付 给你去点起来 对是涌天 秋天冬天吃这是最好的 你快点点 熬白熬白熬白鸟鸟 白鸟鸟 我是这条普路 生心爱轮班 小孩爱升学 我关心他们的健康 还好我有妙招 先来后到大威金望楼 鱼儿是吃盒藻糖椒饲料长大的 马一口更实在 才能给家人充分的营养 对了职业妇女超忙 所以我都在快乐爱台湾网站买回家 先来后到大威金望楼 就在快乐爱台湾 红红的小番茄 让您好运分通 甜甜的小番茄 让您好运连连 红红甜甜的玉女小番茄 产地直送 新鲜口感好 年节饭手里 团聚大餐 就是要准备让人喜爱的玉女小番茄 甜蜜多汁 一口接一口 给您幸福的好滋味 无法抗拒的伴手里 玉女小番茄 就在0800893893 世俗都变 人生无双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您大家分享 就是这点欢迎 我们如果要睡真正 欢迎让自己的 完全在住 走生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便悔给您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快乐电报忙 快乐狗狗饼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丹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精彩武汉 快乐连报忙 欢迎听众朋友 继续收听快乐连报忙 我是敏灵 我们今天 特别邀请到的来宾 是我们 行政医农委会 前副主委 现在是 民政党 改官的管长参算人 翁张良 翁副主委 刚才副主委 有说到 他如果 做改官管长 很要紧的一些事情 如何来做 说得很清楚 谭正比武 您是不是也听得很清楚呢 我们刷下去 要再来关心的 就是说 这个农业这地 因为我们 改官也算是一个农业大县 很多人都是做事人 我们知道 现在农业一直在发展 发展也很快 甚至呢 我们现在在务农 那个方式到以前 都差很多 这样才会贪到钱 人家都让你 赶紧在头部 真的 可是现在有科技农夫 有百万农夫 不晓得说 副主委 你对我们改官 農業这地 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 農業我想 今天我们过去農業官 刚刚我们说到 老年人口这么多 对 那表现什么 表现曾经有一代的人 认为農業没有希望 对 所以离开農村 是啊 有一代正代的人 所以台湾 如果如果去了解台湾的 政治经济发展数 我们就知道 大概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实际上 那一代的 所谓的政家孩子 就是离开 自己故乡的这群人 所以当时有很多歌 在描写 当时的情景 比如说 文学典 民国五十四年 所唱的 产生的兄弟 是 那你坐火车 然后一直到台北 对 什么台中高楼 台南高楼 台南高楼 这都去到台北 对对对 那包括国路的愿望 国路的愿望说 请这些门路边 保残的阿伯 听人们说 环华 土耻 台北有队去 是是是 他的歌词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 嗯嗯嗯嗯 就是政家孩子在问 看 保残的阿伯 听人们说 台北有怎么走 对对对 那比如说 已经去到高雄 加工区 在上班的 政家孩子 嗯嗯嗯 他那时候 唱的歌 就是高楼的愿望 是 就是上去 高雄 莫塞就老了 是 所以那时候 大概 在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大概 老了很多 所有政家孩子 离开高雄的歌 是 那 像一整代人 离开了故乡 所以你现在看到 我们有时候在 留这个产品 看到 在做这个 这个农夫 很多都 七十八十岁 对 那就是因为他们 下一代那整代人 消失了 嗯嗯嗯嗯嗯 所以 并做 要做到七八十岁 嗯嗯嗯 那现在最近 刚刚敏林在说 就是说最近有一些 呃百万农夫 是 还是一些新的农夫出来 对 我想这是大概 这五六年的现象 嗯嗯嗯嗯 这五零年代的现象 嗯嗯嗯 而且越来越多 嗯嗯 那包括 这内内有很多 呃 四大人不是做些人 哦 但是他投入到农业里面 是啊 哦 比如说我们水上 就有一堆 呃 一个同学 啊 是女孩子 嗯嗯嗯 啊不是在地人 哦 但是他来水上做土地 哦 那他们老白老母 也不是做些人 哦 他就投入到农业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叫新农啊 对没有错 新农夫 嘿 好 那我们就在想说 诶 消失的一代人 为什么会有 这些新农夫 这些新农夫 给你投入 嗯嗯 那到底他们发现了什么机会 嗯 那也投资 那一代人发现到农村 没有机会离开了 嗯 到底这些人发现了什么机会 哦 回到农村 是是是是 那我想大概是两个很重要的机会 这个是 造型要有土地 嗯嗯 你没土地 你就没做造型 嗯嗯 但是土地的取得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嗯 那如果土地 如果还要用买 那等于你在从事农业工作的时候 你就先要准备 一笔很大的固定资本 嗯 投入到农业里面 嗯嗯 那这个大概也很困难 嗯 进入的门槛就很高 比较高 嗯 那我就是买了这个土地以后 钱的东西会贪钱 贪钱不知道 有可能我是贷款去买土地 嗯 可能一开始我就出负债了 对对 那后来做事又没贪 哦 所以压力很大哦 所以继续扶在 那 我们知道刚才说过 一整袋人消失 所以现在这七八十岁的老农民 有很多人 因为贵心去 嗯嗯 还是 他没要再做事 所以他的土地势必要释出 是 那资本人有一个习惯 如果不是说 鸡蛋要吃头肉 要做事 还是要搭租 资本人一般买买土地 哦 这位是周散的 对不对 还是说这个土地已经 已经做四五十年 嗯 这个土地啊 是似不似孩子的土地 嗯 所以有感情 是是 不敢买 对对对 那所以这些土地没买买怎样 就是用座的 座人 嗯 好 那因为有大量一整袋人 消失 所以他的孩子 也没要做事 嗯 所以这些土地 就转让出来 嗯 就是座人 是 所以年轻的农民 青壮农取得土地的困难度 相对来讲没有过去高 嗯 所以他进入农业的第一个门槛 基本上是就已经达成了 他当用座位 嗯 嗯 那用座位 嗯 嗯 那座 如果做事 如果没得到贪 做土地也没意义了 是 那要怎样 嗯 台湾刚好发生食安事件 嗯 嗯 这个食安事件啊 让台湾的消费者开始 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 是 那所以食品你要重视食品安全 相对来讲 你就要用比较高的价钱 去取得这个农产品 嗯 嗯 那 农业 不再是过去为了稳定物价 而被控制打压的农产品 然后变成价格很低的 零价品 嗯 嗯 所以你 明明你发现一个现象 是 我们有很多农民 以前我们做的东西 我们自己没得到定格 嗯 我们都是去到台北国在市场打买 对 打买之后才知道 哦 我买多少 哦 有时候感觉很新生的 对 我买多少 嗯 对 那这个是过去的 呃 产销 跟这种生产者 跟呃 这个购买者的 呃 不平等 是啊 但现在你有看到没有 现在因为有网络 嗯 如果有这个 呃 所有这个 的材费 嗯 嗯 所以现在 是 那因为重视食安 所以 我们这里有轻壮龙 他们就要取得 消费者的信心 所以这里有可能有 有机工作 也有可能是 友善工作 嗯 也有可能 啊 我在整个吉言谱 是一个安全用药 嗯 那包括 呃 我在整个这个 呃 这个 呃 呃 能够提高 呃 能够提高 他的价值 那也能够提高 呃 農民的收入 嗯 那所以这个青壮龙 因为食安事件跟土地取得比较容易 嗯 那包括现在的网路科技跟宅配的通路 嗯 让他们找到的机会 是 所以英管理得来更做 嗯 嗯 那政府改作的 什么贯 政府改作的 就是扩大这个量能 因为咱大家知道 实际上台湾这个社会 实际上是需要农民 嗯 嗯 我感觉说 呃 农民是一个老行业啦 大概从有人业历史以来 大概就没有办法脱离农业 是 那正是从人业的历史 从遗孽生活 进入到农耕生活啊 如果咱用 所有六千年的历史来说 那大概有六千年的历史 嗯 人没手机的没关系 人没看电视没关系 嗯 但人没吃东西 不行 所以农业是一直 一直会是存在的 会是存在的 嗯 那我最近大概一直在 推动一个观念 培养一个好的农夫 比培养一个医生重要 因为做是人 也要有尊严 嗯 过期的观念就是 做是人就是没特色 没地位 没地位 嗯 我觉得台湾人 整个基本上要对 我们的农民跟农夫 要重新的再肯定 嗯 因为你们所吃的东西 都是他们生产出来 是 你在桌子上 啊 你所放的东西 吃不吃鸡 包括你们全家一起享受美好的晚餐 都这是人用出来 嗯 那这些你桌上吃的东西 是不是安全 嗯 那如果说这些农夫 我们给他珍重 嗯 让他们生产安全的东西给大家吃 嗯 那你身体的病痛就会少 所以我说培养一个好的农民 比培养一个好的医生重要 是 我希望大家共同来推动这个观念 嗯 提升农民的地位 让农民觉得 对于我们台湾社会 在混同去打拼 是一个有尊严的工作 是 所以我在农业里面 我特别在 这个历次的演讲会里面 我都有说过 我要 如果当选县长 我要在嘉义官政府里面 成立一个新农业法典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希望可以帮忙农民技术 行销交资金 嗯 我愿望在嘉义官 可以发起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叫做 新农业运动 嗯 可以来带动 更多的 我们的青壮农 投入到农业里面来 是 可以让他们在 农业这个 行销里面 让他们的生活 的水准 可以提高 然后降低他们的 这个资本的投入 政府会当到三天 就到三天 哦 是 所以说我们成立这个委员会 其实就是说 整合各方面的主员 农民刚才有什么样的困难 在这里来询问 就可以得到一些资源 到不时是询问 要积极的 主动的去推动 哦 积极主动的去推动 这里面可能有官员 有专家学者 包括我做农委的副主委 我熟悉的一些 专家学者 都在做会里面 做会来做 是是是是 这样应该是 对我们改农的 这个做事人 有实质上的帮助 这样就对了 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改农 也很适合发展观光 因为我们有山有海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故宫南院 在这里 我看你的证件里面 你也有说到 要发展这个文化观光 要以这个故宫南院 来做一个核心做打造 但是我们最近 也看到一个新闻 说这个故宫南院 来这参观的人数 实在是 这样降下得很快就对 甚至说有那个一天的 不够三百人来参观 对这个现象 副主委你是怎么来看 故宫南院 我相信两个站民来的思考 第一 在阿宾政府年代里面 决定要筹设故宫南院 原本就是希望这个故宫南院 能够带动一个城市的进步 那这是一个分泉的概念 所谓文化分泉 那这个文化分泉的概念 包括在华国的罗浮宫 他们在朗诗 也设了一个分管 那问题是 你这样的南院过来了以后 怎么带动地方的发展 如果按照大学民营来说 看起来连他的生存 都已经产生了问题 那东西底边政府的年代 在整个故宫南院 基本上是希望 有一些故宫的国宝 把它移到南院来 对对对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要看这些东西 在台北故宫看不到 嗯嗯嗯 你要来连故宫看得到 当然马政府上去以后 把这个所有的内容 全部180度翻转 哦 所以那时候故宫南院的院长 曾经讲过一句话 在反对当时扁政府的规划 叫做故宫的国宝不可分割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台北故宫的东西 不可分割到南故宫来 那当然你的内容 如果没有办法吸引人 看的人就会少 所以这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去强化 能够去改进 那当然来看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外 当然还是要有故宫博物院的延区 那当时在加拿大的洛德公司 是规划故宫南院的周遭 有五大庭圆 这五大庭圆是以茶主题为主 那这个东西让游客进来 可以在里面游览 但是我们看不到 这些东西现在变成只是在种树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是是 好 好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要跟这个故宫 北部总部 我们要好啊 大家来配合一下 研究一下 好那时间的关系 时间在过很近 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 最后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我们这次 我们民进党改革管党筹算 我们有那个电位民调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现在大概目前 有些需要民调的是 高雄台南教教育 因为宜兰已经聚了好了 他就不需要民调 那原本表定大概在3月5号 6号7号 那每一天大概会做一个县市 那当天戳 所以当天才知道要做哪一个县市 那测评料的时间是 晚上6点到10点 是 我想如果 如果是大家在家里面 已经加以当时要做 我想两个候选人都会通知 所有他的支持者 包括这个孤独 包括这个孤独车都出于孤独 说他也要做自己的民调 请大家 当时可以到国电位 支持某名人 我想这大概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在这里 透过这个电台 跟大家拜托 如果如果有接到民调电位 我是王张良 拜托大家把我支持 好 这样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农委会副主委 王张良今天来跟大家开讲 感谢你 谢谢 谢谢敏林 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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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